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撇篮和街菜头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 撇篮可以炒菜也可以拌凉菜 这个上面像葱下面像蒜的是什么食材 它俩在地面以上是很香的 厨房以下是这样的 酒黄蒜黄分不清 现胶杭胶又壮脸 藕袋和它的近亲内外都相似 它们两个是铜鼠 都是水里植物 厨房里的这些壮脸食材 你都分得清吗 今天就带你掌握妙招 分清食材做出好菜 这菜园还真是大呀 啥菜都有 好几十种呢 找着了姐 来来来 这这这这 就是它 就是它 姐您看这芥菜头啊 这挺好 咱们一会儿切了凉拌一下 这叫撇篮 啊 有姐 我说这馅儿椒还真不错 一会儿啊 咱切点肉片炒一辣椒 特好吃 你又说错了 这叫杭椒 又做了 这摘菜还挺麻烦的 哎呀 确实不容易 挑了半天我一个都没挑 对 可别麻烦了 来吃点水果吧 行行行 你猜猜这个是菠萝呢 还是凤梨呢 我太难了 大家能发现吧 厨房的食材千千万 说不定哪回就让您变得很难堪 你看刚才我就难堪了一把 因为这个很多食材我都分不清楚嘛 哎 但是今天我们请来这二位呢 他们就有这样的能力 一下就看出这都是什么食材 好 首先我欢迎二位的到来 欢迎二位 好 这个请二位先做个自我介绍 咱们跟全国朋友打一个招呼 来 大家好 我叫刘洪 我有自己的生态农场 嗯 我在农场里呢 我翻翻地 做农菜 抓抓虫 所以呢我对这些撞脸食材 还是挺了解的 那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但是也得做个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大厨范九星 范大厨 您经常在后厨工作吗 后厨会不会有一些食材是混着呢 那太多了 我们有这么一道菜叫爆粥性爆固 嗯 同时也有一道菜呢叫爆汁爆片 嗯 就这道菜 就在我手下的一个小厨师 就曾经把这两份菜做了混淆 不光是这个二位 这个可能经历的比较多 我们很多同事 我拿出一个食材来 他们都不一定分得清这个食材是什么 你要不信的话 咱们就看看 哪个是杭胶 哪个是现胶 短的是韩胶 咱们是现胶 这个是藕袋吗 因为看起来颜色是白的 这个是酒黄 这个是蒜黄 我感觉这两个长得都差不多 它是个什么 这我都没看 我的同事们呢 都是分不出来 这个为什么分不出来呢 我也能理解 因为好多食材真的太像了 对 你看今天您带来这几样 好多我都分不出来 能认出哪个 这个是咸菜丝 这个呢叫芥菜头 是做咸菜用的 这个是撇烂 那刘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 我们今天做个特别简单的菜 就是凉拌铁蓝 另外一道菜呢就是 这叫叫叫头 今天的做法是跟那个猪肚一样炒 炒吃 对 那一会我们尝一尝这个叫头 到底是什么味道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开始食操吧 来 好 它俩呢在种类上首先是不同的 这个呢属于根茎类植物 它是地表面以上的 铁蓝可以炒菜也可以拌凉菜 芥菜头 它属于地表面以下的 土壤以下 要挖出来的 对对对 它俩是属于十字花科的 您记着以后芥菜头就是做咸菜用的 你看这个就很关键的这个点 那我们呢今天先把这个放到一边 好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撇来 今天我们是凉拌 凉拌 好 很简单 好那咱们这个就已经之前切过好的 对 把它切成丝 在切丝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皮消掉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倒菜的就是重点是呢 脆 脆又脆又爽 嗯 帮帮我 好 盐 好 来 这个一个这个撇来呢 是用三勺盐差不多 这小勺 三勺 对 三勺糖 臭放一点 辣椒油 然后我们再放点鸡精 我们这个鸡精啊 是真正的小葱鸡肉大蒜淹磨 制成的 而且呢它鲜味啊 提鲜 特别的足 一勺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勺够了 我们这个菜呢做起来很简单 炒味料其实就这么拌就可以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家以前拌这个啊 就是加点芥末油 芥末油 芥末油呢它这个夏天天嘛 这个天热啊 摄点芥末油通细 哎 花汉 这个菜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您要不要尝一口 一会儿我们跟着您另外一道菜一块尝一尝 好吧 先吃它开开胃再吃您第二道菜 对咯 这样就更爽口了 来先把它呢放到一边 好嘞 第二道菜呢是我们的这个酵头 酵头跟小葱啊确实叶很像 但是怎么给它区分出来呢您说 首先从外观上看呢 圆圆的看上去 这个葱呢应该直直的 嗯 然后这个酵头呢 它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太直 然后还有一个呢 您可以用手触感去摸它 它这个空心比较明显 对 还有呢圆圆的 嗯 然后您摸这个 哦 它是三角的 还真是有轮 有轮啊 对 它有轮的它不是圆的 这东西就是它很逗啊 它是地面上像葱 对 地下像蒜 你瞧 这个很有意思 对 那我们就开始用它烹饪吧 嗯 好呀 嗯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酵头 做的时候呢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头给它弄下来就行了 然后这个由我们做好的 就把这个再切一下 就切一刀就可以了 得把猪肚切一下 这是我们煮好的一个肚 对 这煮好了 这个煮的时候呢也很关键 清水下锅煮20分钟 这样的话这个猪肚是最嫩的 嗯 然后再给它切切片 我看您切的都是斜刀是吧 对 45度角 嗯 这个肚呢它不容易入味 嗯 这样给它切出来呢 那炒制的时候它那个味道会更容易进去 嗯 切好了 好 我们直接开火 直接开火 嗯 枣着 直接倒油 好 我开始下啊 嗯 把葱给我加一点 好 来 姜放一半吧 姜放一半 蒜给我放一半 嗯 来两勺盐 来两勺酱油 好 那就是用到我们泰克勒原味鲜 投到什么 啊 投到生抽 这个味道更好 我来点蚝油 差不多三勺吧 好 我们的这个酵头是要副下锅 鲜下取其香 嗯 后下取其脆 哦 看你想吃什么 哦 那您这道菜里是鲜下还是后下 流门足迹 嗯 哦 因为已经煮熟了 我们让它稍微入点味之后 我们就给它盛出来 好 然后您再帮我加点油 把这个酵头再放里 这个呀 要单炒才能把这个香气炒出来 哦 对 翻炒几下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猪肚再倒回来 这倒回来 对 您说这个是鲜下还是后下的 这还真挺奇怪的 好 行 再给我放点鸡椒 好嘞 关火 出锅 出锅的 来来来 那我用公块呢 给二位咱们加上一点 吃这味儿 好多年不吃甜了 特别开胃 真特别开胃 嗯 嗯 单独吃这肚啊 就是炒肚的味道 单独吃这酵头呢 就是一个酵头味道很脆 要是肚和我们的酵头一块吃呢 首先口感是脆上加脆 嗯 其次呢 这酵头非常的提鲜 嗯 然后这个肚啊 又发挥了它独特的这个肉香味 嗯 越吃越嚼越香 嗯 我还是在回味这个刘氏的这个独门秘籍的炒法 哎 哎 让这道菜呢 确实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对 因为我们要是做呢 可能我们会把这个酵头做的 嗯 应该没有这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这么脆 嗯 会可能炒得深油久一点 会稍微久 因为我们更多的愿意取酵头的一个香气 嗯 那会稍微的煸炒的过 就是火候再大一点 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泰特勒三鲜基金喊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认准弗林门 本节目由重量弗林门冠名播出 凉拌铁蓝去皮切丝 直接给它放入调料 盐 糖 辣椒油 再放点儿醋 鸡精就行了 猪肚炒酵头 猪肚呢我们要用水焯20分钟 焯完水之后呢我们把它变成片 放入油 把肚丝放进去 直接就放葱姜蒜 放盐 生抽 蚝油 炒四五下 把这个直接倒出来 倒出来我们再去炒 酵头 放一点油 油热之后放酵头 再放点红辣椒 翻炒四五下之后 把猪肚再倒进去 这样再翻炒几下之后 出锅就可以了 花重点的部分的话 猪肚和酵头要分开炒 先炒猪肚 后下酵头 能让酵头更脆嫩 这两个呢 一个是鸡头米梗 一个是蚝蛋 它们两个是铜鼠 都是水里植物 这个是独门秘籍 这是饭式的 如果烹饪这件课 是一个大学的话 我也就是个小学毕业 我想问问 范大厨带来的食材 是不是今天也要用什么 今天用酒黄做一个月菜 鲜虾酒黄捞粉丝 另外呢 咱们拿这藕袋做一个菜 这个咱做一个藕袋酸椒鱼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 来 咱们把咱们的食材拿过来 好嘞 先说说酒黄和蒜黄吧 咱们这么整 您先别考古 我想问问姐姐 您一眼能看出来吗 因为这两个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种脸还挺严重的 等待会儿 姐那有农场 那你这一般们弄不错 对不起 那您刚才问我了 我想问您 好 它为什么是黄的不是绿的呢 这事保证能把你问住 我给你一个提示 你看你比较白 我比你黑一点 为什么呢 你看这提示还没提示到 它估计晒太阳比较多 这酒黄和蒜黄也是这样的 这个酒黄装黄 是因为不让它晒太阳 是拿了绿色的东西给它遮起来 长出来的才会黄 这个酒黄呢 是南方常见 南方人这个韭菜 他们不怎么吃 他们不喜欢那种种的酸辣味道 所以包括韭菜 咱们北方吃韭菜 南方就不吃 但是他们又想喜欢这味道怎么办 歌舞里头 不让它见阳光 就变成这样了 那它是不是干种植以后 它的味道也没有那么辛辣 它还有那个 淡了很多 还真是 但是它还有那个酒香味 对 蒜黄在北方比较常见 对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吃那个蒜 出那个小蒜苗 蒜苗是绿的 这个不见阳光 出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它就是长也长不那么大 但是它的口感什么呢 它没那么辛辣 您得教着我们怎么分辨 韭环啊 你就记着它跟韭菜 除了颜色不一样 别的都一样 麦形上来说 干捞粉丝 粉丝 粉丝 主食材啊 然后咱们这个虾 九环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咱就改刀切寸段 要做这个干捞粉丝 一定得是冷水泡 冷水 一定是冷水泡 然后咱们把这个粉丝啊 尽可能地把这水 就给它煮得干净一点 咱直接放到这个厨房纸上 再给它吸吸水 咱们就是拦腰 一刀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泰特的芝麻香油 咱们来点 这都是独门秘籍 这是饭式的 饭的秘籍 这个量呢 就是把这个粉丝啊 都拌匀了就行了 这个青红椒丝 然后这个洋葱丝 然后呢 咱们再稍微来一点小葱白 姜丝 配了就齐了 虾呢 咱们没有什么特别啊 鲜的虾 直接咱们就是下锅 来点料酒 稍微取出心 咱们把它加出来 对 这虾变颜色了就可以了 对 因为咱们这个虾呢 很鲜 干脑粉丝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步骤 粉丝为了让它出香 一定要是足够热的状态下 是煎才能煎出来 但是呢 为了咱们现在的说 一个是增香 一个是说少摄入油脂 那咱们就是用我这招 独门秘籍 香油把它拌了 这回明白了 攀开 锅一定要足够热 然后转着锅 三个刻 先从这个表面 看见没有有一点这种 像锅巴 要这劲儿 你闻闻香不香 我们就爱吃这样的 对 咱们开始倒出来 这回咱们可以放油了 就炉锅底 把咱们给点葱姜 过来 这少少的 就那点葱姜 然后咱们这个焯过水的虾 先炒一下 咱们可以再烹一点料酒 炒香了 我们直接来加一点热水 然后咱们现在加咱们调一点 蚝油 蚝油 来一点胡椒粉 然后糖 然后咱们的太特勒原味鲜 还有咱们的太特勒原味鲜的特级红烧鲜油 还是当老抽用的 对 这时候咱们开始下粉丝 下了粉丝之后 关一下小火 让它稍微地收一下汁 这边咱们可以把这个锅烧上了 再来一点油 这个很少 洋葱 你帮我把那个黑胡椒拿来 来了 起火起火 来一点点盐 给这个洋葱丝带一点底味 这边呢 这个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好 来 把咱们那个红椒丝 更加味道 然后咱们的酒黄 这个酒黄呢 它是不太耐热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锅里头 过分地去烹制它 这个咱们就做好了 放到咱们这口散锅里头 把火一关 盖上盖 这个时间咱们接着做下一道菜 好 这两个呢 一个是鸡头米梗 一个是蝴袋 蝴袋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 它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特别长 一直到泥里 底下长的蝴 上面开的花 中间这个梗叫蝴袋 这个是鸡头米梗 它们两个呢 是铜鼠 都是水里的植物 这个呢 其实就是也是那个 下面的梗 跟它还位置都一样 这是它上面 鸡头米啊 它上面那个是特别大 然后整个 长的那东西特别扎手 长成刺儿那种的 然后呢 下边就是这个杆 然后就直接倒水里头 这是鸡头米 这北方人真是没见过 对 这我真是 我是因为去过这个蝴 在这个鸿湖上面 所以呢 也有幸 长了不少知识 长了不少知识 你捏一下 这个是很脆的 这一捏就容易 这个很硬 这个很硬 那好了呢 我们今天是要拿这个 蝴袋做我们的鱼 对 这道鱼呢 就是当时我在刺鸿的时候呢 在这个当地这个 这个渔民大哥 这么吃饭 鸡特清楚 他说鸡头米这个杆 没挑着合适的 他说这个 就拿这个 然后就是湖里头 这个打上来的草鱼 最近咱们就拿草鱼 您当初怎么见的 今天给我们还原一下 对 来 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有点难度 给点提示吧 这俩一个叫馅儿椒 一个叫杭椒 具体哪个是哪个 来 你让刘姐交给你 好 我呢趁着机会 把鱼给切了 您赶紧给我长长芝士吧 来来 您看看这两个 那我猜这个应该是线椒 因为它长得就跟那个馅儿似的 长长的 长长的 答对了 在生长过程中呢 这个还会再继续生长 对 它会长得长长的 然后慢慢它就打成那种 对 我想当时 对 它是有那个弯的 那一圈一圈的 对 对 对 就更明显 对 对 对 然后它是那样很长 就这样掉着长的 我刚发现这鱼都快切完了 其实我这刀法都很粗犷 直接就厚片 教你一个绝招 草鱼切完片 甭管做什么菜 先拿水洗 好 去除它表面这个 黏黏的这个东西 这个鱼呢 咱们洗完之后 来两张厨房纸 把它这个多余的水 稍微蘸一蘸 盐 这个不用说了 底味 然后胡椒粉 然后去腥 然后咱们来一个蛋清 让它滑嫩的口感 先把它抓匀 直接放这些粉 咱们把这个腌好 就好了放一遍 我把那锅里烧上水 好嘞 斜刀切这种片 水里边还是放一点盐 放一点白醋 焯完之后它一个是不变色 一个是保持成它这个脆爽的口感 拿个赵力帮把它捞出来 好嘞好嘞 就这么快 15秒 咱们为了颜色好看 我得搭你点这个杭椒 好 这个咱就比较简单的 接着咱加这福利门 葱 姜 蒜 辣椒 直接下 把它炒香了 咱们直接热水 能把鱼片都下进去就可以了 盐的底味肯定是少不了的 少少盐 对 胡椒粉来一点 糖 这个是职业习惯啊 这个 一直我们说合味提鲜 合味提鲜 这确实是 是 所以糖不要吃到甜 但要有一点 好 然后就是我们泰斯勒的这个鸡精 不光鲜还香 最关键鲜味更加持久 最后我们放点什么 放点白醋 因为这个菜当时吃的时候 就是这种酸汤口的 白醋就不用剁 味道就行了 然后这个水也搭开了 这个味道也有了 开始咱下单鱼片 竹片往里下 我们这个做厨师这行呢 反正特别像我啊 我习惯就是出去之后 比如上哪儿吃饭呢 人家点完菜 我到那儿习惯性看个菜谱 为什么呢 再翻一半 有没有学的 就是愿意去寻找当地的这种 地方的道地食材 我跟你说 如果烹饪这节课 是一个大学的话 我这么说 我也就是个小学毕业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还是个孩子呢 那你孩子 你一生缘都没毕业 是是是 咱们这个鱼片呢 这就行了 穿一穿就熟了 咱把它连汤 带这个肉的 咱们就放到这个藕袋上 咱们这个接着开火 一半的猪油 一半的咱们这个 弗里门的营养家的玉米油 咱们不是这下菜下吗 酸椒鱼 对 来自于剁椒 然后咱们把这个蒜 围在它边上 油 咱们得烧到七成热 微微有一点冒烟 冒烟了 听得见的美食 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磁拉 就是磁拉 点睛之笔的小葱 干捞粉丝 也差点点睛 就是香菜 然后您把那碗芝麻给我 看它的香味 就是足足的 给你来片鱼 来点藕袋 再带点汤 是吧 对对对 主要是这藕袋 酸汤特别开胃 鱼是非常的嫩滑 这藕袋很脆 特别脆 这个可以多来点了 没关系 这可以多来点了 一定给刘姐 加两块虾仁 好吃 我吃过这么多粉丝 我觉得这个粉丝 是我最满意的 就是因为它 就用香油炒过以后 这个粉丝的香味 进到这个粉丝里 对了 感觉它有两层香味 这香油拌一下 我还投一次吃 对 真的很好吃 你记着 这是我们家独门绝询 拌一次 严选鸡肉 才能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福联盟 本节目由 中良福联盟 冠名播出 酒黄鲜虾干捞粉丝 粉丝用刀拦腰截断 然后加香油拌匀 烧开水 把虾仁焯熟 捞出来 放一边备用 锅烧热 直接把拌好油的粉丝 下锅煎 煎到两面起焦黄的颜色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面放一点底油 油热 我们加入葱 姜 爆香 然后加入虾仁煸炒 炒出香味之后 我们加入水 蚝油 红烧酱油 胡椒粉 糖 调好味道 把煎好的粉丝下锅 小火烧到粉丝收汁 然后加入青红椒丝和酒黄 翻炒均匀关火 另取塔吉锅 锅烧热 放一点油 加入洋葱丝 加入黑胡椒粉 炒匀 然后把炒好的粉丝 放在锅里边 上面再撒上香菜叶 和熟的白芝麻就好了 接下来是画重点的部分 粉丝要用香油拌一下之后 再下锅去煎 藕袋酸椒鱼 草鱼去头去骨取肉 改成厚片 然后用清水把鱼片洗净 擦干水分 加入盐 胡椒粉 鸡蛋清 淀粉 抓匀上浆 藕袋我们斜刀切成薄片 锅里面烧水 加入盐和白醋 水开以后下入藕袋 焯烫15秒 捞出 垫在盘底 锅里烧油 油热 加入葱姜蒜 和切好的杭椒丝 一起煸炒 出香之后 加入热水 加入盐 糖 鸡粉 白胡椒粉 白醋 调味 水开以后 竹片下入鱼片 鱼片断生之后 连汤带鱼片 直接浇在藕袋上面 然后撒上剁椒和蒜末 锅里面烧 一半猪油 一半玉米油 油温到6到7成热 淋在剁椒和蒜末上 然后撒上小葱末就好了 画重点 鱼片一定要用清水洗净 这样可以去除鱼片的腥味 今天谢谢二位 主要是谢谢二位 给我们增长了很多知识 我们有很多 比方说过去看似熟悉 但又相似的一些食材 我们不了解 第一是学习 我觉得第二是从生活当中 我发现一些细节 如果您还知道 有什么撞山撞脸的食材 也可以跟我们回家吃饭 分享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是的